盘点音乐圈 2022年夏季的三件大事 每一件都够吃几天的瓜 40岁王欣凌唱跳爱你再度走红这事 以人尽皆知 在浪姐第三季三公舞台上 他与张天爱等五人颠覆性改变了政治化的星星点灯 将原始中的励志苍凉年代感被换成了 disco rap甜美女团风 获得全场最高分915票 相关热词持续霸展当天娱乐板块 随后7月3日政治化发文表示不满 对此则改编表示震惊愤怒 其实这很好理解 原词是批判新词是歌颂 歌曲的争议无关版权 而是歪曲了原曲的本意 不过最早的改动版本是在央视 望穿那时政治化曾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演绎 7月3日一条热搜震惊了我 主播PTT在直播时随口唱几句 向天再见五百年 被版权方起诉侵权索赔十万 一时间歌曲不能乱唱话题 迅速引来无数人讨论 沿着江山积极浮浮浮温柔的曲线 方马爱的中原爱的北过河江南 我被起诉了原因是 面对争议作曲人张宏光表示 索赔多少不是关键 重要是借此呼吁社会 对音乐版权的高度重视 从法律来讲 直播演唱这就是商业行为 只要没有得到授权 版权方就有能力主张自己的权利 如果你们真的想帮我 那就在这首歌的评论器下面 给歌曲的版权人道歉 非常抱歉 我家儿子PTT 在不是很懂事 唱的这首歌没有证据同意 他现在非常后悔 然后非常相反 就说抱歉 周深与盖翻唱的玫瑰少年非常成功 在二人演唱后眼眶湿润 观众动容 歌曲随后便登陆各大排行榜和热搜 不过紧跟着引发的争议非常大 歌曲故事源自因取之女性化 而遭受校园霸凌致死的台湾男生 而盖被扒出是硬汉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所以这时候就有人说 盖就是霸凌玫瑰少年这一类的人代表 不配唱这首歌 随后就被网报骂声一片 不过要说周深唱这首歌 个人感觉就是在唱自己 因为她与歌曲原型有贴近和相似的故事 听她演唱也总会有种别样的情绪在里面 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下原版 看你喜欢哪一个 我是英小六 我们下期见